企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鸟类,属于鸟缸、企鹅木、企鹅科。 它们主要栖息在南半球,从南极洲到南美洲、非洲南部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。 企鹅的身上通常是黑白相间的颜色,这种特殊的色彩在水中有很好的伪装效果,帮助它们躲避天敌。 企鹅的进化师显示,它们曾经是飞行鸟类,但为了适应海洋生活,它们逐渐失去了飞行能力,翅膀演化为奇状,身体成流线性,这使它们成为高效的游泳者。 最高游速和达每小时36公里,它们可以潜水到500米深,最长在水下待20分钟,是典型的水中猎手。 企鹅在水中的敏捷性和速度远远超过它们在陆地上的表现,这种演化改变展示了自然选择的力量,使企鹅成为水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。 企鹅的种类多样,现存有18种不同的企鹅,它们在体型、栖息地和行为上有一定差异。 地企鹅是体型最大的一种,可以长到约120厘米高,体重达到45公斤,而最小的蓝企鹅仅有约30厘米高,体重约1公斤。 尽管种类不同,但所有企鹅都具有相似的生理特征,特别是在水中生活的适应能力上。 企鹅的身体特征也令人着迷。 它们的羽毛极其紧密,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有多达100根羽毛,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防水层。 企鹅通过脱毛和换羽来保持羽毛的功能性,每年它们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换羽以更新损坏的羽毛。 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繁殖季节之后,确保企鹅在最寒冷的季节之前准备好新羽毛。 企鹅的走路姿势被形容为摇摆五步,这种摇摆的步态帮助它们在冰雪覆盖的地面上保持平衡,同时也减少能量的消耗,使它们能够更高效地移动。 企鹅的繁殖和育幼行为中也充满了令人惊叹的细节。 例如,熊企鹅会在繁殖季节选择石头筑巢,吸引此企鹅的注意。 有些种类的企鹅甚至会送石头作为求偶礼物,显示出身世风度。 此企鹅在挑选伴侣时,常常会挑选那些筑巢能力枪的熊企鹅,这展示了企鹅中独特的求偶行为。 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为了求偶,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熊企鹅在整个繁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。 值得称赞的是,很多企鹅种类实行一夫一妻制,每个繁殖季节只与同一个伴侣交配,甚至多年后会回到原来的伴侣身边。 这种忠诚行为令人动容。 大多数企鹅种类每年繁殖一次,而且它们会选择同一地点年复一年的返回繁殖地。 此企鹅通常会产下一个或两个卵,然后与熊企鹅轮流孵化。 地企鹅的繁殖尤为特殊,它们是唯一一种在冬季繁殖的企鹅。 雄企鹅在这段时间负责孵化蛋,忍受极寒并靠体内的脂肪生存长达两个多月,不吃不喝。 幼企鹅孵化后,父母轮流外出觅食,回来后用胃中的储存物质喂养幼企鹅,直到幼企鹅能够独立生存。 地企鹅的长途跋涉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。 为了繁殖,每年这些企鹅会在南极冰原上跋涉数十公里。 找到适宜的地点进行繁殖和孵化,整个过程充满了挑战,但也展现了地企鹅顽强强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。 企鹅在群体中生活,群聚有助于它们抵御、掠食者和寒冷。 一个典型的企鹅群体可能包含数百甚至数千只企鹅,它们在一起密室、繁殖甚至捕育用鸟。 企鹅有非常强的领低意识,尤其是在繁殖季节,它们会捍卫自己的巢穴。 群体生活方式不仅为企鹅提供了更大的生存机会,也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安全保障。 在群体中,企鹅之间会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,它们通过声音和身体语言进行交流。 这种社会性行为帮助它们在严酷的环境中保持紧密的联系。 企鹅的耐寒能力令人叹为观止。 它们的羽毛外层防水、内层保温,配合厚厚的脂肪层,帮助抵御寒冷的环境。 特别是地企鹅,能够承受南极零下60摄氏度的极端低温。 它们在冰雪上滑行时,会用腹部来滑动,依靠脚和旗壮翅膀推动自己前进。 这种方式既省力又高效。 这种滑行不仅是企鹅的一种运动方式,也是它们在冰原上迅速移动的一种手段。 有趣的是,企鹅并非仅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地区。 比如加拉帕哥斯企鹅,它们生活在赤道附近的加拉帕哥斯群岛上,展示了企鹅家族的广泛适应能力。 尽管它们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,但这些企鹅同样展示了非凡的生存技能和适应能力,证明了企鹅家族在各种环境中的生存能力。 企鹅还有一种独特的能力,即它们可以通过叫声辨认彼此。 每只企鹅都有独特的叫声,尤其在繁忙的繁殖季节,这种能力显得尤为重要。 即使在数千只企鹅的大群中,它们也能迅速找到自己的伴侣和幼崽。 这种声音识别的能力是企鹅维持家庭和群体关系的重要方式。 企鹅的饮食习性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变化,但它们的食谱主要包括鱼类、乌贼和林虾。 这些食物富含蛋白质和脂肪,能够满足企鹅高强度游泳和潜水所需的能量。 企鹅通常成群结队地在水中捕食,依靠敏捷的游泳和卓越的潜水能力迅速抓住猎物。 为了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,不同种类的企鹅会有不同的捕食策略,有些更擅长身前捕捞,而有些则偏爱潜水区域的猎物。 企鹅的食量也非常惊人。 一只成年企鹅一天可以吃掉相当于其体重10%的食物。 这对于那些生活在食物匮乏环境中的企鹅来说尤为重要。 它们通过储存脂肪来应对食物短缺的时期,这种生理适应是企鹅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重要因素。 企鹅也是有天敌的。 它们的天敌主要包括海洋中的掠食者和陆地上的掠食者。 在水中、海豹、虎鲸和鲨鱼是最主要的威胁,它们会捕捉游泳的企鹅。 在陆地上,企鹅的蛋和幼崽容易受到鸟类如贼鸥和海鸥的攻击。 这些天敌会趁企鹅离开巢穴时偷走或吃掉它们的蛋和幼鸟。 除了天敌以外,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融化、栖息地的丧失、海洋污染以及人类过度捕捞也对企鹅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。 为了保护这些独特的生物,许多企鹅种类已经被列为冰微或异微物种。 企鹅的寿命因种类而已。 一般来说,野生企鹅的寿命通常在15到20年之间,而在人工饲养条件下,由于缺乏天敌和更好的医疗护理,它们的寿命可以延长至25到30年。 具体到不同种类,如地企鹅的寿命通常为15到20年,而小蓝企鹅的寿命则较短,大约在6到8年左右。 企鹅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,它们的存在影响着整个南极生态链。 例如,企鹅的粪便为南极台原提供了重要的养分,支持植物的生长。 这些植物又成为其他生物的重要食物来源。 通过研究企鹅的数量和健康状况,科学家可以间接地了解南极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,这对全球气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 企鹅在文化中也有着深远的影响,它们因可爱的外形和有趣的行为而受到全球各地人们的喜爱。 企鹅出现在许多动画片、电影和儿童书籍中成为文化符号。 此外,许多动物园和水族馆也都有企鹅展示,为人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这些迷人动物的机会。 而人类对于企鹅的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表现。